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实战 HIGHGO网上双程 上次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分层结构 特别是三层结构的概念以及好处 同时呢,也介绍了它的设计原则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将通过开发工具 MyClips来真正搭建一个三层结构 好,那么本次课的目标呢,非常的明确 我们呢,打开MyClips 那我首先说明一下我使用的开发环境 MyClips呢,我使用的是2014 JDK呢,我使用的是1.8 JW1呢,选择的是7.0 以及Tomcat选择的是8.0 但是在实现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开发环境尽量给我保持一致 那么除了JW相关的环境之外呢 还有数据库的环境呢 我使用的是ARC11G的精简版 客户端呢,使用的是P-LSECLE DEVELOPER 好,那我们呢,首先需要准备呢 一张表 因为这个表呢,会对应的一个实体类 这个实体类呢,它会封装数据 在每一层的进行传递 第一步呢,我首先以一个普通用户开构呢 登陆上ARC数据库 接着呢,来产生第一张表 之前我们提到过 这个表呢,我不会一次全部建好 我呢,用到哪张表 我就把哪张表呢,创立到数据库里面 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循序渐渐的来学习 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表呢 是用户表 我右键呢,找找对应的CLE语句 Ctrl-C Ctrl-V 拿过来之后呢,我执行一下 Table4,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表现在的数据呢 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要的并不是数据 我们要的是这个结构 那么有了这个结构之后呢 我就可以针对这张表呢 来写一个对应的实体类 这个呢,刚才我提到过 它会用于封装数据 在每一层之间进行数据的传递 所以呢 我的第一个类 应该是这样的 有事 接着呢,这个包呢 我使用的是一个约定书成的 域名反写 那么后边呢 是项目的名称HiGo 以及呢 一个专门放实体类的包 Entity 好,有了这么一个实体类呢 我们就可以来写对应的属性了 我们每一个属性呢 我们都跟数据库中的这个 列 对应场 比如说 for number money 以及呢 头像 注册时间 跟角色 这个注册时间呢 我们使用一个字符串呢 就可以了 接着产生一下 get set 放在最后 好,这样一个实体类 我们就写好了 这种写法呢 在Java的项目开发里面 使用的非常的广泛 我们有时候 用这种方式呢 为模型驱动开发 好,有了这样一个实体类呢 我们再来看 根据我们之前的分层结构呢 我们就应该呢 分三层 比如说 最靠近数据库的一层呢 叫数据访问层 我们呢 设计这样一个 接口 包名 当然我们也可以改成 DL 数据访问对象 我们设计一个接口 叫UserDL 注意看 这是一个接口 那么这一层呢 我们都放在DL这个包里面 比如说 我现在呢 要做一个增加User 我就这么去设计 那如果还有别的相应的方法呢 我们一顺往下写就可以了 打个比方 我可能呢 还有一个 根据用户名跟密码 来查询用户的 这样一个方法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用户的名称 一个呢 是密码 还有可能呢 修改一个 头像 这里方法呢 可能会非常的多 那需要我们呢 在设计的时候呢 把它想清楚 好 那么本次后呢 我们只打算呢 说这三个 抽象方法 这是说的 关于如何去设计 DL的接口 它是放在一个单独的包 DL里边 它使用的一些参数呢 一般是基本数据类型 或者呢 我们定义的实体类型 这个实体类型呢 一般是一个JavaB 它的一般是对应的数据户中的一张表 这是数据访问层的接口 那么上一层呢 照火轮化条 我们再来一个接口 我们叫Surface 比如说叫User Surface 那么在这一层里边的接口呢 它更多的体现出业务逻辑 打个比方 我做一个用户的增加 我就不叫AddUser 因为一般用户增加呢 更多的是注册 参数的类型呢 仍然是实体类型 User 还有呢 按照用户名跟密码去查询呢 我们在业务逻辑里边呢 一般称之为 登录 而在Regist里边呢 可能在实现这个方法的时候 会有一些逻辑 比如说 注册的时候 用户的名称是不能重复的 这都属于业务逻辑里边呢 要做的事情 那假如说对于注册这个方法实现的时候 它需要调用到数据访问层的方法 那么我们呢 在实现的时候 只能够调用UserDL这个接口里边的方法 而不用去管它具体的实现 那么具体实现什么时候用到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实际提供的IOC来做到了 好 这是关于业务逻辑层的接口设计 那么对于试图层 或者叫表示层 由于我们现在是一个web项目呢 我就建在了一个web这个包里边 这个web包呢 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呢 有一个serv letter 这个serv letter呢 主要是在项目启动的时候呢 设置两个全局变量 一个是上下纹 这个在页面上用这个base呢 比较方便去处理相对路径的问题 第二个呢 我设置了一个站点名称 以后呢 在我们的页面里边 只要用到站点名称 我们就使用site这个变量就可以 好 那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如果再来键action 那我们就直接键在这个里边就可以了 不过呢 对于stress里边的action呢 它就是一个具体的类了 这里就无所谓接口 所以从这三层来看呢 我们的要点 一个呢 就是每一层相关的代码呢 我们就放在一个单独的包里边 比如说 deal 比如说surface 比如说web 那么这三层之间 如果需要调用的话呢 我们肯定会有具体的实现 打个比方 这个use action呢 它肯定是一个具体实现 那假如说 它要用到一个用户的注册 它应该怎么去写代码呢 现在呢 是表示层想调用的业务逻辑层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stress2它的写法呢 我们呢 这么来写 返回了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我们后面会给它配置到一个页面 现在在这个里边 如果我们要使用surface 很明显这个业务逻辑层 现在是没有具体实现的 它只有接口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用它 我们呢 使用 加瓦并的风格 产生一下 get set 接着我们就可以在注册里边进行调用 这里呢 还有一个参数呢 是user 我们通过呢 stress里边的参数传递的规则 也是使用一个加瓦并的属性给传进来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呢 将stress的action完成 不过呢 大家可能有一些疑问 这个action里边呢 使用的是一个接口 这很明显 当我运行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是没有办法真正去注册成功的 那这个user surface 到底是从哪个地方使用化的呢 好 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错误 好 这边呢 保存一下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调用呢 倒是没有问题 那么到底这一个变量 是哪个地方实力化的 那很明显呢 我们应该会有一个use surface 这个接口的实现 我们可以建在一个纸包下边 叫user surface impm 然后呢 增加一个需要实现的接口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个具体的实现呢 如果我们要用到user do 我们也是要使用呢 接口的方式 产生一下get set 那么使用了get set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javabin的风格 我们就会使用sprayn 将具体的实现类进行注入 这里呢 需要大家对sprayn的ioc 有所了解 那么注册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add的方法 好 这是关于surface呢 它具体的实现 它如果想找user do这个接口呢 它就应该这么去调用 那么user do呢 那同样的它也应该有一个具体实现 这个实现呢 比如说我们想使用jdbc的话 我们就专门写一个user jdbc do 仍然实现一个接口 然后通过jdbc的技术呢 将增加用户 查询用户 以及更新头像 这三个方法呢 实现 那假如说 我们使用的具体技术不是jdbc 而是使用的 hybrate 我们呢 照合的画表 再来写一个 那本项目呢 我们会使用mybuddies mybuddies呢 我们后边会使用一个映射文件 然后呢 通过映射文件 来由mybuddies产生具体的实现 那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 上一层对下层的调用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user surface 这样一个具体实现 它是属于业务逻辑层的 如果它需要调用到数据访问层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地方使用的是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到底使用哪一个具体实现 在上一层是根本不知道的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确定 这一个user do的具体实现呢 只有在我们这个项目运行起来 通过运行时 由sprint来进行呢 配置文件的读取 然后呢 通过配置文件里面的信息来进行注入 这就是呢 我们使用sprint 它来接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好 那本次刻呢 我们就使用这样三层结构 将几个接口呢 设计好 并且提供了几个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些抽象方法的类 大家重点是要体会呢 对于三层结构 我们每一层呢 会单独写在一个包里 同时呢 会提供相应的接口 而在上一层调用 下一层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是6一个具体的实现 而是呢 通过下一层的接口来生命一个变量 至于这个接口什么时候实力化呢 刚才我提到过 我们借助于使不认 在运行的时候呢 进行注入 好 那么下次刻呢 我们就会将 相应的三个框架呢 进行整合 我们呢 会将这个框架拿进来 并且能够运行出一个效果 好 本次课 我们就讲的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